大家好,欢迎收听网向编辑部节目 今天这里有我新西兰KK,如意得台仰和社长Raymond Wong 欢迎大家好,早晨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订阅,请记得订阅网向编辑部整香煲和浪冷气 继续将齐抗疫、平经济和反网部的信息串扬开 好了,这节目就要讲一讲美国的特殊情况 不知道算不算特殊 之前我们有一节直播 就讲了德州那里有条新的堕胎法 那条新的堕胎法就严格限制了女性的堕胎权力 基本上就是怀孕六个礼拜之后就不准堕胎 还有就算是因奸成人或者是戀聋成人 都是不能豁免 都是不准堕胎的 我们想到有没有搞错 这样的法例也有的 那么不尊重女性的呢 好了,现在有其他州份的共和党议员就出声了 他们就说他们想学这个特州 包括哪些地方呢? 就是亚肯息州 佛罗里达 还有就是南卡来罗纳州 以及南达科他州 现在最少有这几个而已 他们就可能会修改他们的堕胎法 那就会跟回德州的法律 现在估计肯德基 还有一件事 现在我看到一些示威的照片 我们封面那里也有一张 其实就是 就是那些年轻人都是支持这件事 现在就是 年轻人支持不准堕胎 而且看起来 他们的家境不错 就是看他们的手上带着行头 各方面的东西 就是有钱的 其实这个社会 很多时候是什么人要去 用这些堕胎服务呢? 其实就是 在美国的有色人种 通常都是意外怀孕 养不起 就要去做这些事 就去堕胎诊所搞定 那现在比较家境好一些的人 就拿这些法律 来搞那些家境不多好的人 严格来说 又是一个阶级斗争来的 而且会造成 很严重的阶级固化 就是那些家境不多好的人 比如他出了一些意外 他出了一些意外 他就继续穷下去 那当然 家境好一些的人 他就会说 你有得选择而已 你不要搞事就行了 这些我是听过很多次的 他们那些人 但现实就是 有些事情不是你控制得到的 是的 例如你被人侵犯 没有人都不想的 现在有很多共和党的议员 都是要学德州 模仿德州 其实是一个骨牌效应 美国女权指引者 争取了几十年的东西 竟然在一年之间全面倒退 究竟美国现在发生了什么事 是不是那些保守力量全面回潮 还有他们是总统选举输了 但是实际上 他们仍然控制了一部分的州份 而他们控制的州份 就越趋保守 民主党控制的州份 就继续进步 就是我们叫做进步 有些人就说 我们这些是社会的败类 还有人渣 很关我们的事 因为我们不是保守 我们那个政治取态不是保守 社会取态不是保守 起码都是 我们比较支持一些 progressive的政策 女性的权益 我们真的很关注 德州现在搞到这样 就会很麻烦 还有现在说 他们其实这帮人 他们是有一个动力去做 而且是很容易做得定的 其实如果美国是一个整体的话 整体去计算 其实大部分的美国人 都是支持女人可以自己选择 生不生小孩 就是他们的身体是女性自主的 大概有六成三的人 是支持这一样东西的 但是问题就是 你在有些保守的州份 这个数字就可能是倒转 结果就有七成人就不支持 这个女性生育有得自主 就是这个层面 美国是比中国更落后 好退了 想不到美国今时今日 去到21世纪 其实一向女权来说 美国都是没有中国那么好的 就是女性的权利 这个要多谢中国的互联 中国的互联 其实一直都是捍卫 和争取这个女性权益 和主张这个男女平等 就是这个中国互联 其实成立了很久 还早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其实是 起码要早半年 可能很多人就不觉得 这个组织在过去付出过的努力 事实上 中国互联推动中国女性的地位 是作出非常之多 而且是非常之大的贡献 从美国就见得到 为什么女性的权益 继续在社会上面 有一个这样的争持 有时好些 现在就叉叉 从中可以规探得到 其实争取妇女权益 这一项运动 这一项工作是很艰巨的 连美国都会出现倒退 有时真的 看得头都大了 一向给人的感觉 美国就应该是很进步 很先进的国家 现在是倒退的 女性权益就有进步的 这个都要说回 女性权益也有进步 但是其实进步速度本身都是很慢的 很慢 现在还要倒退 当然是 之前是进步得慢 现在是倒退 所以整件事是很惨的 还有这个骨牌效应 骨牌效应出来之后 有些人如果真的要堕胎 他隔离州都未必得 可能要去旁边的国家 其实这样就很麻烦 当然现在有大量的反堕胎的人就慶祝了 但是那个问题就是 你的反堕胎的人很多都是吃饱饭 讲句粗俗一点 就等全体的那些人来的 完全不理会那些比较穷一点的人 他们正面对的困境 有时就是多一个或多一个小孩 就可以令到他们几代人贫穷 就是他自己选择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让他这样做 但是现在你是将他的选择权拿走 就是绝对不对 现在还有其他州份都在密切 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就是有些州份本身都已经比较保守 尤其是美国那些内陆州份 根本跟我们去沿海州份见的美国是完全不同的 他们现在有很多议员都出来说 说要学德州 有些人都出来说 就说这个不是政治议题来的 这个是道德议题来的 这个就很危险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你随意拿走别人的选择权 侵犯女性的话就是不道德的 他们现在的说法就是 你伤害一条生命就是不道德的 就是这么说 六个礼拜因为有心跳 有心跳的话就不伤害得这条生命 好了 如果那些穷人 没有了这个选择权 他们生活会觉得极惨的 没有了这个选择权有可能 他们都有心跳 他们心跳不重要吗 所以这个不是理由 以心跳来做理由 其实是道德绑架了对方 是啊 但是其实这个说给大家听 他们没错 他们说六个礼拜就会有心跳那些 但是医学专家其实讲了一件事 六个礼拜你听得到的 其实不是心跳 这些叫做细胞活动而已 其实就是 细胞和一些电的活动 其实就是 就不是真的那个心在那里跳的 就是很多州他们的立法 就用过胎的心脏活动 就说是一个未出世的人类个体的标志 就说这个是生命的开始时刻 没错的 就是心脏如果听到有声音 就是怀孕健康的一个标志 但是问题是 你就要想一下究竟 是不是一个未出世人类个体这个词 是可以等同人类使用呢 那科学家怎么说呢 他就说怀孕六个礼拜之后 那个胞胎就是形成 最终将会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系统的东西 里面有一个不成熟的神经系统 还有一个非常不成熟的心血管系统 但是 那个心血管不成熟的话 是不是真的一个人呢 自己想一下 就算 你量到它有心律 不代表这个胞胎 它有生存的能力 就是你听到这个声音 只是可以推断出 有可能会有一个健康的血管系统 或者循环系统失生出来 这个是那个胞胎之后 生存能力的先决条件之一 只是心跳是不够的 所以他们的反墮胎法 本身也是不科学的 根据有些州份的民意调查 民意调查的结果 其实跟那些议员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就是没错 那些议员是救票可以通过这些法律 但是当地的民众 其实是不支持这些 这样的严苛 或者可以说是 瀉夺女性权益的反墮胎法 就是现在他们说的那些人权 究竟是什么人权呢 我真的不明白 如果有些女性 你不准她墮胎 她可能一世人就玩完了 那你是不是要为了一个胚胎的生存权 又令到一个女性的将来终结呢 可以说是 我觉得有时候 这些事情就是你应该给当事人自己去选择 你连那个选择权都拿走了 对当事人是非常不公道的 那现在这些保守力量 含含声 其实令人惊恐的是 接受堕胎这些手术的女性 其实根据一些数据 很多都是有色人种 低收入人群 和年轻人 那如果你们不让他们这样做 严格来说你们判了他们死刑 那现在共和党的人 其实就在这些议题上 做一些政治计算 他这些政治计算 就挑动了一些保守人的人心 那这件事之后会怎样呢 我们应该都会继续密切注视下去的 还有有一件事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中国互联的工作 因为全国互联他们 实际上是做了很多 男女平权保护妇女的事 这个不是那些什么花瓶组织 实际上是有实质的工作 去捍卫广大中国妇女的权益 那好了 节目时间到这里差不多 休息一会儿 我们回来再讲其他话题 是这样 拜拜